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刚学过图片的缩放和剪裁对不对 对 那也是咱们常用的一个图片的操作 这点个咱们介绍一下添加水印 添加水印也是图片的常用的操作的一种 为什么咱们上乘的图片要加上水印 防止别人盗用你的图片 如果图片上加上你的印章 对吧 那这样别人盗取的时候用你的图片他也会给你做广告 是不是这样的 那现在目前加水印有两种 一种是文字水印 文字水印适合什么呢 适合于一些平台 比如说微博 微信 这样的添加图片的时候 他用你的微信号或者微博号作为名称 加上水印 大家也可以自定一些文字 对不对 这样的话他不适合用图片 因为用图片的话 他不能自动将你的名称生成漂亮的图片 对不对 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图片 所以就用一些文字 文字在修饰修饰就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文字下面一些水印一般都是文字 也是多层的文字 比如说先有白色的背景 上面加一些黑色的字或者是灰色的字 对吧 那漂亮的水印是用图片做水印 比如说把你的logo 对吧 做一下变形 然后加上去 那水印加的位置呢 可以是随机加 也可以是你指定位置加 对吧 后边咱们会接触到咱们的图片操作类 那个都是一个完整的 那这里边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如何加文字的水印和加图片的水印 学习下系统函数而已啊 所以咱就不写那么复杂的 好吧 首先呢咱们看一下如何加文字的水印 我们还是借助于原来的这个程序 我们这块把它起个名 重新改个名叫做什么 WATER水印 MARK水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原土 图片名是原土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水印 水印咱们用随机的位置 好不好 随机的位置 对吧 但是水印呢 我们假如说现在做字幕串的水印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让它传一个字幕串啊 对不对 那中间这个步骤咱们就怎么的 都不用了吧 好吧 然后我们下边这些函数我们是不是都得改啊 对吧 一会儿我们再调用 先把这个函数写完 那水印呢 文字水印就是在原来的这个图片上 我们干嘛呀 加一些文字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是销毁这块 只需要在原来图片上加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块也是SRC IMGSRC 保存一下原图片 是不是就行了 那看一下 文字水印咱们加的位置 咱们就可以 假如我简写的话 就直接用什么 首先呢 我们得创建一下颜色吧 找到手册 找到我们的颜色分配 随便找一个里边 看看里边有没有颜色分配 这个对不对 我们这个颜色做一个 先做一个白色的 作为背景 然后呢 是IMGSRC 是白色的是255 255 255 对不对 如果小灰色的话 那就200 是不是就行了 200 200 然后咱们做一个字体颜色 咱们是绿色的吧 绿色的水印 同样 创建一个 这块就是 0 200和 0 可以吧 让它绿色颜色稍稍重一点 那 现在颜色有了 我们只需要在上面写上字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 这样的随机的位置 加水印的字的话 那我们先是 先把这个字放着 然后我们再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IMGSTN 在IMGSRC上 对不对 比如说五号字体 可以吧 然后呢 从哪开始放呢 XY的位置 放什么字母串呢 放这个字母串 可以吧 然后什么颜色呢 先放一个 WHIT 先放一个白色的 然后放双层 还是五号字体 我这块现在 加 1 这块再加 1 看一下 是不是 再向位置稍微窜一下了 这块我们加上绿色 GRE 然后我们就看这X和Y的位置 是如何算的 对不对 X既然是随机位置 Y也是随机位置 对不对 那随机的位置 不让字画出去 所以字的开始呢 肯定得在开始的位置 肯定不能是在最右边 B 得是这样 简直说 这是一个背景 对不对 我们写字母串 你字不能从这开始 对 对不对 如果从这开始的话 是不是出去了 所以怎么也得要字体的什么 对 这块 字体整个宽度这边开始 对不对 高度也不要超过自己的高度 是不是 我们现在加属于X位置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随机 I N D 开始位置可以从 1的位置 咱也别太边 对不对 或者是3的位置 对吧 然后最后的一个位置是 咱们要看一下 整个字符串的宽度 我们现在知道 字符串的长度 是多少 是不是这也能取字符串长度 然后看每一个字符的宽度 还记得吧 乘以言 每个字符宽度是 I N 每一集页 Font 宽度 传个五号 是每个字符串的宽度 所以这是每个字符串的 整体宽度 对不对 然后让我们整个的 S W ID宽度 减去这个宽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样高度 Y 也是I N D 随机 也就是3的位置 对不对 让我们的整个高度 应该是S W IDT 这个变料 咱们上减课用的是 把它都改成S了 对不对 然后减去 整个字的 对 整个字的高度 对不对 然后就是IMAGE Font 字体的高度 对吧 也别太往下 对不对 再加上3 可以吧 这样的话 应该说再减去3 我们这块就是减去2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随机 这个位置就有了 也不让字体抄出去 对吧 有问题吗 这是宽度了 对不对 高度 改成高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块 用WATRMARK 在哪个上面加水印呢 在比如说 大象点GPG 这个上面 加什么水印呢 比如说 妹子 是不是 我们再在 WATRMARK 比如说 这个程序 点PNG 这块 加一个 也加个妹子的水印 那看这两张图片 有没有文字水印生成 好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再打开这个 是不是生成两张图片 看过这了 有个妹子 对不对 只是字体太小 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学过 用字体可以调成大小的 那个用内置的字体 那会更好看一些 对不对 只不过这里边 我们临时用一下字体 你看 这个随机位置 妹子 是不是也有了 那我再刷新一下 这两个位置 有可能又变 因为我们用的是 随机的位置 再刷新一下 变这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在这儿 对吧 图片就 生成了 这是我们文字水印 当然了 我们可以自己指定位置 对不对 只要调整这个X和Y 是不是就行了 可以 然后我们保称一下 WTRMRK1.PRP 我们如何做图片的水印呢 图片的水印就是什么 用另外一张图片放到图片上 对吧 我们先找一下做图片水印的图片 好不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图片 找一张漂亮的图片 作为水印的图片 找一水印图片一般都是比较小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就用PRP的 这个作为水印图片 PRP.GF 对吧 它不大120乘以67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既然是两张图片 将一个图片考不到另外一张图片上 对不对 那我们 这块再传的是不是应该水印的 牛了 对不对 水印的牛子 图片的牛子 水印的牛子 对不对 那这块我们是圆图 两张图片 我们保存的是不是还得是这个圆图 所以我们在这块 还得用 list s是圆图对不对 水印的W宽度 还有水印的高度 水印的类型 我们是不是还得用获取词 因为是两张图片 对不对 所以两张图片我们都得有WTR那样 这块是圆图的 对不对 这块是水印的 水印的 对不对 然后类型当然还是保存原来的图片 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就不变 对不对 创建的也是创建圆图的 水印图片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这个方式去创建的 对吧 水印咱们也不管什么格式了 我同样这块 这个类型也就是W的类型 同样我们变量还是创建一个 这是圆图的资源 对不对 我得创建一个水印图片的资源 也就是WIMG 可不可以 倒入CRETIMAG 这里边只要传上什么名呢 WTR 对不对 水印图片名 是不是水印图片名 当然这个类型还是这个是不变的 对不对 那水印图片的格式 这块是不是就有所变化了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还需要有比较 对吧 这块是创建 W 那我这块是不是有一个W的类型 是哪个是哪个对不对 然后我这块创建 是后边也得加个W 然后加水印图片名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两个字缘 一个是 圆图的 一个是 对 水印的 对吧 先别管用什么拷贝 这个肯定不是写字幕串的 这两条 我们这块这两条吧 去掉 而且我们颜色是不是也不用了 对吧 颜色也不用了 现在就是水印图片和圆图 这两个都创建图片资源了 那保存的时候是保存圆图 还是保存水印图 对 保存的是保存圆图 那么但是销毁的时候 也需要把水印给销毁 对不对 WRMG 对吧 然后随机位置 我们也要这个水印的图片放的时候 这个位置不要超过原来图片 原来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对不对 所以同样用原来的宽度减去 这会儿是不是得水印图片的宽度 对吧 那水印图片宽度就是什么 W WIDTH 对不对 原来的高度要减去什么 水印图片的高度 HIDST W 这样的话 这个X这个位置 是不是开始放的位置 开始放的位置 是不是随机的位置 宽度高度 但是不会让那图片超过这个图片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就剩一步了 什么 是什么 对吧 如何将这个图片 水印图片和原来图片合到一起去 对吧 位置都没确定了 那我们看一下 使用哪个函数呢 对 使用这个函数 图片拷贝的函数 看到了吗 这里边有几个 这是目标的资源 对吧 这是原图的资源 咱们水印是不是目标 对吧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将这个将SRC SRC图中的坐标 也就是原图中的坐标 从原图的这个开始 宽度为这个 高度为这个一部分 拷贝到另外目标图片的另外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原图是目标 这份是什么 原图 那它一个一个参数写 这个函数 目标图片是不是就原图 原图是IMG SRC 对不对 第二个参数是不是水印图片 WMG 对吧 然后呢 这块 将原图SRC图片中的坐标 从这个开始 也就是什么 SRC是不是那个 目标图是原图 咱们得跟他上 好像是明成命名法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块是第一个SRC是目标了 对不对 看好了 是原图 对不对 这是目标图片 那也就将目标图片的哪开始 目标图片的是个零和零开始 水印图片的零和零开始 对吧 水印图片的 从这块水印图片的 做标 原的水印图片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点参数有功诱 因为咱们参数跟他写的 岁数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是原图 这是水印图片 对吧 然后这个看一下是 原图的 这是原图的位置 对不对 考试到原图的哪 那咱考试到原图的哪呢 是不是咱说了 原图的S位置和Y位置 是不是这意思 有人将水印图片的位置 考试到原图 那是不是随机位置 这样的水印是不是就随机放了 然后后边两个参数 咱们不看手了 猜都可以猜到 肯定是水印图片的开始位置 水印图片开始位置 是不是零和零 那水印图片的宽和高是多少 是不是 WIDTH和WHIJST 对吧 也就是将水印图片的整个零和零 到水印图片整个宽和高 是不是整个水印图片 考试到目标图片的 也就是原图的起点位置 对不对 起点位置随机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形成了 然后保存的是保存什么图 是不是原图 嗯 那我们这话 抽变加水印 水印图片 都是当前目录的 PIRP.GIF 这话我们也考虑一下 也是 PIRP.GIF 来我们逆行一下 好 是不是生成了这两张图片 有没有PIRP那字样 有 有没有PIRP那字样 我再刷新一下 你看随机位置会不会变弯 刷新一下 是跑大象腿这来了 然后 这也过来 其实这个大象你没发现吗 反正从网上找的 原来你就有个水印 只不过是用蚊子水印 对不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了 如何添加水印 对不对 大家记住 只要你写过一下 了解这个函数 咱目的就是讲这个函数 对吧 如果想使用的话 你可以用咱们后边介绍的什么 那个图像处理类 那个是一个好用的 对不对 咱这里边只是演示一个 整体的一个算法过程而已 证明 咱们PIRP自己是能实现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前边咱们学过的 缩放 剪切和加水印 对吧 做成一个完美的类 那只要是控制这个对象 我们这些事他都可以干了 对吧 学习过程最好写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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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